那這次我們很榮幸 我們很榮幸受到這個Intel的邀約 我們今天直播的筆電呢 它叫做MSI Stealth 16 Studio 它搭載的是Intel第13代Core i7的13700H 然後呢顯卡也是NVIDIA GeForce的RTX4060 想跟我對槍 然而他不知道我現在用的筆電是什麼 好 八點鐘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行程了好嗎 剛剛有看到觀眾們說 阿華最近要出去出差啊 除了在外面用處理公司以外玩個遊戲 有沒有推薦筆電呢 那肯定是有的好嗎 那這次我們很榮幸 我們很榮幸受到這個Intel的邀約 我們就打一把自訂吧好嗎 這一次可以跟大家一起玩就人多一點點 好 給新來的觀眾們科普一下 我們今天直播的筆電呢 它叫做MSI Stealth 16 Studio 那它的規格呢 也跟大家一一描述 那這台筆電的處理器呢 它搭載的是Intel第13代Core i7的13700H 然後呢顯卡也是NVIDIA GeForce的RTX4060 那在電競筆電來說 它這個規格我覺得相當的頂 就是我們現在用這台筆電來開台 就還沒有感到什麼卡頓啊畫面不順暢這種情況 如果主播我覺得好用的話呢 我一定會推薦給大家用 好歹小弟也是一個良心主播 好用的東西呢一定會推薦 那剛剛講完這個處理器還有顯卡了 那它這台筆電的記憶體呢就是16GB 然後呢硬碟就是1TB 所以呢綜合所有的規格來講的話 我覺得真的是一台滿頂的筆電 好不好用呢要在我們這把遊戲就是體驗一下 因為我們總不能就是睜著眼睛說那個瞎話嘛 我們要親自體驗完 才可以跟大家可能保證這個產品的質量啊品質當什麼樣 因為你們也知道我不會騙人對不對 好用的一定會推薦 對不對 沒毛病沒毛病 我怎麼死了 遊戲開始啦 靠北喔 剛剛不是在那個嗎 在熱身嗎 我安安了 沒注意到我的 安安 花倫 你好美女 你是哈尼對不對 對啊 你跟我後面啊 我這把C你啊 這個解題真的是太可悲了吧 想跟我對槍 然而他不知道我現在用的筆電是什麼 啊 MSI Day of 16 Studio 跟我打 開玩笑啊 見面就爆頭 還有誰 還有誰 還有你 導導導導導導導 買了孩子很愛吃 吃 什麼啦 intel不是糖果店耶 吃什麼啦 你在幹嘛啊 你在講什麼啊 他這一台筆電呢 他的重量 你們知道有多少kg嗎 只有1.99kg 1.99kg 你們知道是什麼概念嗎 就是像主播這種這麼瘦啊 力氣這麼小的 小屁孩呢 都可以就是輕輕鬆啊 單手拿起來 也不會覺得很佔位子啊 也不會覺得很重 除了1.99kg的重量以外啊 他這個機身啊 只有19mm 非常的謙薄 就是像主播這種 偶爾要在台灣香港來回兩邊走的人呢 是非常適合的 就可能很輕鬆可以帶上飛機啊 或者是怎麼樣 我的天 我槍不是連射的嗎 為什麼變成那個了 連射了 主播我買了5台準備來健身了 舞台夠不夠啊 只是買5台夠不夠用啊 感覺5台不夠用呢 我打對面那個戴帽子的134啊 叫什麼名字啊 在哪裡 在這個地圖裡面 哇 主播你的瞄準有點東西啊 真的嗎 你整性要放在敵人身上會比較好一點點 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感覺這條路 感覺這條路 我們去逼吧 主播你前面一個 加油 你是我們人類最後希望 12比10 OK 結束 喔 為什麼 又被戳 我感覺我的隊友沒有用這台筆電呢 這把要贏的呢 好啦那我們遊戲部分環節就先到這邊結束啦 有觀眾想要看一下這一次這台MSI Style 16 Studio的筆電的外觀 給大家看一下就是長這樣的 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 Logo 有沒有看到啊 很大的 也真的 這個顏色我自己用起來還 看起來還蠻舒服的 而且 還記得嗎 1.99的重量 像主播這種 這麼瘦小的人 一隻手都可以抬起來 OK嗎 好美的白色 哪有你美啊 哈你主播 好啦那我們 我們稍微整理一下 待會換回這個桌墊 再跟大家開台打戰棋聊聊天 好嗎 那我們待會再見